王旭 22岁 新疆唱吉士人 新疆乐学院 声乐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旭 今年22岁 来自美丽的新疆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优秀的音乐人 然后今天来求职的方向是 音乐人助理 还有前台可以做一个原创歌手 我觉得你今天要找的这份工作 好像那12位里面只有一个叫毕小事 是符合你的职业的描述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王旭 王旭现在在北京干嘛 我现在在北京算是一名流浪歌手 你在哪里唱呢 一般在地下通道还有地铁里 你在哪 你的视力范围是哪 这个还没有 我是那种就是 算是到处唱的 你是抱着吉他 再一站下来唱一首 再上车 然后再唱一首 我没那么不负责任 我是唱完一节车厢之后 然后下去 唱车厢啊 对 你不是在通道唱 你是唱车厢 因为冬天冷 我没那么不负责任 不是 不是 是 太多 开往春天的地铁 快来吧 开往春天的地铁 快来吧 王旭 接下来我要提的问题可能特别难听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没事 这和乞讨卖艺有区别吗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 我在唱歌之前我会跟大家说 我是一名北漂歌手 为了梦想来到北京 为了生活在这里唱歌 但是我不会问别人讨要 我是在那唱完之后 但是我相信你在地铁里唱的时候 也一定会遇到别人异样的目光 对不对 对对 一定会 就是大家一定会有人 把你当成乞讨唱歌的组成部分 对 在通道也是一样 没错吧 没错 你的收入能有多少 我的收入 一般就是一天在200以上 你一个月下来大概能有六七千的收入 是的 你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还是借这个平台来唱一把的 我是来找工作的 我很愿意就是进一个公司 去正规的去就是让别人发现我的这些潜质 你来北京这样的状态 你爸妈知道吗 刚开始我是瞒着他们的 开始你跟他们说来北京干嘛 刚开始我是说来旅游的 后来你爸妈发现旅游大半年还没有回来 在就是在中间我就告诉了他们了 然后还告诉他们我在卖艺 我妈当时就哭了 她说你就是一个废物 妈也会把你养到大 但我不希望你受这样的苦 但是我当时我就 我也眼泪流下 我告诉我妈 我说妈 如果说我要啃你一辈子的话 我就是个废物了 其实我对每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 都非常尊重的 因为如果说你把你的喜好 作为你为生的一个事业的话 我更尊重你 其实少光你不了解 北京的所谓的他说的流浪歌手 就喜欢音乐 也敢为大家唱歌 很多的 包括像之前的西单女孩 什么中关村男孩 什么之类的 非常多 那我请问 你肯定地盘争不过人家 因为人家比你早 而且论技术 论你的吉他的技术 论你的魅力 唱歌是人格魅力 你可能还暂时没有那么多经验 那我请问 你比人家好在哪里 跟我说一下 我觉得我能原创 我的原创而且能让大家 我用歌声去征服他们 我会告诉他们 就是说你原创的特点是什么 有一部分是写的是流浪生活 然后就是特别贴近生活的这样的 还有一些就是写的像我们80后 追梦的这样的歌 这样 我们大家 小事老师稍等啊 我们大家对 因为我们下一环节叫天生我有才 它可以展示 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了 王旭是一个对音乐 极爱的人 他要找的工作就两样 要不你让我当歌手 要不你让我当音乐人助理 是吧 也是要在音乐的行的 你们觉得 通过他的这个表现 你们愿意让他继续还是离开 五位留了下来 我之所以留下 我觉得主要是这两个考虑啊 一个我觉得你跟其他的很多的求职者相比 你有自己的梦想 你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而且你知道如何去一步一步去努力 而我们很多的年轻的求职者 说实话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那么第二个呢 我之所以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给你这样一个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一个机会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示 但是就我公司来讲 我实在是因为我不做音乐人 是是是 对 所以你留下来只是为了果乱 因为我的理解好像是我如果灭了灯以后 他好像是立刻就要消失是吧 所以你是希望他多留 我希望他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下他更多的全面的技能 好你要向大家证明天生我有才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没有太多顾虑 却一次次让你哭泣 可能泪水填满记忆 可能永远无法忘记 可能岁月染白霜冰 可能还有更多风雨 可能做错许多事情 可能永远在你心里 可能我只是个孩子 我永远爱你 妈妈对不起 是我太年轻 成长的路上 你付出太多惊喜 我会答应你 勇敢走下去 总有一天我会 终归孤零 好 谢谢 谢谢王旭 这样 因为是 刚才那首歌是你的原创嘛 所以我们大家并不能那么耳熟能详 对不对 现在给你在现场布置一个任务 唱一首我们大家熟的 好不好 好吧 既然你是创作前歌手 所以并不简简单单的是翻唱 而应该有一些改变 旋律上的改变 变奏这样的处理 好不好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来 给我们来一首 难度加大一点 走在海门下雪的夜空 买着火柴吻爆我的梦 讽刺我的脸 血割我的口 拖着招呼还能走多久 有谁来买我的火柴 有谁来找一根根根的希望 全都点燃 有谁来买我的孤单 有谁能实现我想家的哭话 每一次 点燃火柴 被你过梦 看到希望 看到梦想 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 她说 你要勇敢 你要坚强 不要害怕 不要慌张 让你从此不必太流浪 太难了 有点难 其实我觉得对她来讲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其实专业歌手 都比较难做到的 因为她会发怵的 就等于现场要 忽悠你 就用音乐来忽悠你 其实这个难题蛮高的 我如果今天马上 像挖掘歌手 像挖掘你的话 我觉得又不公平 真的不公平 因为你还欠缺很多的一些 一些技能 小瘦儿其实在唱方面 她是一般的 对不对 唱非常一般 她只是她的声音 像某些人而已 因为她声音比较独特 比较高 但她有一个致命问题 她没有受过 专业的训练 你看她唱歌 她的那个拍子是不对的 一会快一会慢 但是她是声乐专业 那太多了 这种培训太多了 就算是你是声乐 哪里毕业的 你自己的天分够不够 这是很重要的 不是你哪里毕业 才就一定怎么样 好 谢谢小事老师 做的专业点评 但是没关系 我们毕竟还有四位 但是我补充一下 我喜欢她的创作 创作你喜欢啊 她来的简单 来的直接 没有那么炫 没有那么炫技 其实恰巧你叫她那么做 让她炫 其实是 相反让她减分了 和她的长相是 不能搭在一起 让她减分了 从艺术的殿堂 走回来职场上面 问一个职场的问题 你刚刚说 你在地铁里面 现在唱歌 对不对 一个月大约 你说一天两百 差不多一个月大概有六千块 对不对 六千块钱一个月 其实在北京来说 已经不算是苦了 如果现在找工作 得到的职位 的薪水 是比这六千块 低很多的话 比如说两千块 对不对 你会不会接受 我需要一个学习的空间 和提升的空间 就是 就是薪金这方面 确实是可以低的 因为我也知道 我自己的能力 他 王旭现在是这么想的 如果小事老师 让他去做助理 白天他做助理 晚上进地铁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当一个助理 你要知道 你具备的东西 非常多的 因为比如说 你现在操作的 什么样的软件 你告诉我 PC的吧 Windows的 对不对 苹果你会用吗 对呀 你就是 你根本不具备这种 你使用一些 工具的这样 专业工具 对 他还不会 就变成他进来 我要教他 明白了 助理就是你来帮我 解困 毕老师 您的助理 是不是也后来 也有很多 做得不错 当然我现在不举了 就以前都是我助理 他都做一些 音乐制作人还不错 就说 其实我觉得 你要从 作品开始 你不用急 你的作品呢 其实是有潜力的 你不要把唱歌 放在你第一位 硬直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样来的会 更加好一点 他老师有什么建议 我就是觉得 现在这样的孩子 太多了 所以我就特别想 提醒你一下 有梦想对年轻人来说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但是也要看看 梦想和现实之间的 距离在哪里 还有就是 我建议你最好 给自己一个界限 那我这件 我这个梦要做到几岁 我要转变方向 那个时候再转行 来不来得及 会后果会是什么 有没有那个能力 去承担这样的后果 然后再去做梦 做梦也是要有资本的 好 五位 你们决定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只有毕小士先生 一个人留了下来 所以王旭 你现在可以和毕小士 谈钱 不伤感情 一句话 啊 惠普 流浪歌手不是职业 这辈子有很多流浪歌手 真的能变成职业的机会 特别特别的少 是 一定别放过这次机会 如果我是你 我不要钱都去 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光是不给钱 他让你干什么都行 哪怕让你去公司扫厕所 我要是你我都去 真的假的 真的 如果你能做到 上厕所是最好的那一个 他一定有机会 因为毕老师一定要上厕所 你在那堵着 他就能堵断了 靠谱一些 王旭 新小士老师在那 其实 我只对你的创作 有兴趣 但是没有薪水的 你的作品 不应该只属于 你一个人来唱 你有很多机会 包括你想做明星 做歌手 有机会啊 慢慢来嘛 但首先 能认识你 知道你有很多潜力的 是你的作品 而不是你唱歌 毕老师现在把话说得很直接了 他只对你的创作有兴趣 这就意味着 一 他对你唱歌没兴趣 二 他对你 他对给你发薪水 让你当他的固定职员 没兴趣 三 换句话说 他是想来买歌的 四 你卖不卖 不是 这是这样子的 版权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一四就买了 就是他可以写了很多首 可能做成demo 就小样 我们会推到很多唱片公司 他们所需的歌曲总领 选中了 他就有钱 选不中 对不起 下一首 但是您是希望把他的创作 都交给您 没错吧 都交给您 由您来打理 我用这个词是准确的 对 就代理嘛 好的 那他还能去小市老师的公司里工作吗 他现在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技能 因为你是签约的作者 你公司都可以去 但是任职是两把时间 现在我给你十五秒钟 让你决定 是否能够达成最终的一项 十五秒 王旭你告诉我 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接受 我接受